马书记 胡权里的老婆 在铜板山的景山分公司当会计 但是她出入有专车 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名牌 听说做一次美容 要花好几千块钱 而且 而且什么 我说不出口 我替小飞说吧 她老婆在酒店里 还包养了小白脸 现在花不少钱啊 我和她的老婆接触过 基本属于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口无遮拦 她告诉我 她家的钱都是铜板山给的 当会计也不挣几个钱 主要是靠胡权里 给铜板山做事情来挣钱 我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 还掌握了一些关于铜板山 在狱中捞人的犯罪资料 还查到了当年震惊零和的 三间暴力越狱案 有可能是一起假案 被击毙的那个叫王龙的犯人 和其他三个犯人 都有可能是受指使的 胡权里就是当年被挟持的狱警 你了解的这些情况 跟我们掌握的检举材料很一致 我怀疑那起越狱案 是铜板山勾结了公安局内部的某些人策划的 对于这个案子 当时有人提出来过 可是被打压下去了 我还找到材料证明 去年的三一八爆炸案 有可能也是假造的 胡权里的二等工大有水分 小艾 你了解这些情况很重要 辛苦了 佟总啊 什么事啊 孙氏啊 胡权里出岔子了 哪里出岔子了 有人正在调查他 他这二等工的事啊 有人在怀疑 这事您可怎么办呢 不就是一个胡权里吗 师徒 父亲 家sto mistaken 两国 你去吧 你 叫三叔 三叔 對了 你拿上這二百塊錢 找一個大飯館 切點豬頭肉 再打兩瓶好酒 一會兒來幾個送料的 一會兒再去唄 你去吧你 對了 前兩天你說啥玩意兒粉什麼底霉了 順便啊 像擺上 姐 那我陪你一塊去吧 不用 就兩不道的事 我一會兒就回了啊 載元 進屋吧 來啊 來來來來 進來 坐呀 我問你啊 你跟這個周翠花認識多久了 認識有一段時間了 坐 坐 來來來來 吃個蘋果 聽這個周翠花說 你的箱口進去了 他犯了什麼事啊 他 三叔 我給您的那個材料上半 不都寫得很清楚了嗎 怎麼 您沒看呢 看了看了 是 我 是 是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是 我的事 包在三首审上 三叔 这事就拜托您了 您可一定得帮我 没问题 没问题 可是这也不是 说说就能成的事 是吧 再说了 事成之后 你怎么报答我呀 我 告诉你啊 这料场啊 没办事 今儿晚上 您就陪陪三叔 三叔 别这样 行 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看都这样 我肯定帮你妈 来来来 干嘛呢 你们 靠上 我肯定帮你 三叔 妹子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你个猪脑子 闭嘴 带走 妹 走 你們憑什麼把我抓起來 我可是個守法公民 我要告你們去 你給我老實點 你敢說你是不是守法公民 對 怎麼著 不相信呢 不相信你可以問我堂兄去呀 我堂兄同百姓 知董 是咱們林河市著名企業家 所有人監察都敬他三分 我這點事讓他知道了 有你們好瞧的 你還別拿童百姓來嚇我 要不然你現在給他打個電話 把你的情況跟他說說 是打吧 其實也甭打 我主要啊 是怕我關起來以後啊 影響我們工程進度 將來呢我沒法跟童總交代 是不是 是啊 要不然你們就把我放出去 讓我繼續去工作 好嗎 童三姐 我們不是隨隨便便把你抓起來 怎麼能說放就放呢 不隨隨便便我怎麼拉 我不就是一不留神 碰那女的一下嗎 啊 就憑這個就把我給靠起來了 你們這是違法的 你學會嚇唬我嗎 你看看這張照片 認識這個人嗎 不認識 你仔細看看 不認識 不認識 我提醒你一下 這個人叫李三曼 什麼三曼四塊呢 沒聽說過 給我們裝什麼是不是 我裝什麼什麼 我憑什麼裝什麼 不過我說呀 你們還是把我放了 啊 省得 好抓難放 童三鐵我告訴你 我們把你抓進來 就沒打算把你放出去 那好啊 咱們就 齊律看唱本 走著瞧吧 你這樣的人我見多了 別在這兒跟我演戲了 演戲 演啥戲啊 我看你們才是跟我這兒演戲呢 童三鐵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是給你機會啊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 能把你帶到這兒來嗎 你管騙那些南平的民工 為你賣命 你幹的那些壞事 你以為別人不知道嗎 你們都知道了 有證據了 把我抓起來判刑呢 我現在就是給你 重新做人的機會 你不明白 我真是不太明白 二位 恐怕你們這年齡加起來 沒我大了 我吃過的鹽 比你們吃過的米還多 給我下頭 我憑什麼重新做人哪 我怎麼了 好 那你待著吧 你走什麼呀 世界都在嗎 那你還要說 壯的 你過來 變大器 你過了 michael 李宅曼叫过来 当免揭穿他 李宅曼的态度还不清楚 能不能配合是个问题 童三铁被抓的消息一定要保密 我们已经封锁了消息 我检查了童三铁的手机 里面有一条短信 是百山集团的老黑给他发的 说是最近风声比较紧 让他赶快离开林河 我们分析 童三铁之所以没有走 是想把王雪的这笔钱骗到手 我就用童三铁的口气回了短信 说是今天就离开林河 去周最花的老家南平避风头 为了以防万一 最近不要联系 所以这几天应该没问题 但是再往后恐怕就瞒不住了 我也觉得时间不能再拖了 如果童百山一旦知道真相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挠我们的侦察行动 咱们得防他这手 马上把童三铁一笔光耀 把他转移到景山看守所 这样也能先从心里上震慑他 是 老子点 你们这是 你拉我上哪儿啊 这是你干问的吗 走 我 上去 就行了 到我上去 这些事 好 我发现了 我要对我 得了 我得了 好 妹子 你得帮我 我不能没有我儿子 那你就把童三铁 让你做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跟我说说 我要是说了 他们会 会害了我儿子的 这个你放心 童三铁已经被抓起来了 这你是看见了的 而且我们也跟省城的公安 取得了联系 他们已经把你的儿子 保护起来 连你的老公李三曼 他们也保护起来了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事情交代清楚 这样我们会妥善处理的 我和童三铁那事儿 千万别跟三曼说 我们家三曼是个老实人 我们会对你的家庭负责任的 但这个是你个人的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了 你让我再想想吧 童三铁那儿我已经去过了 他已经出击避风了 去哪儿了 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说是去南平周岁花家 他为了安全 让我们这两天别跟他联系了 是周翠花的娘家 还是周翠花和李三曼 自己的家 肯定是娘家的 他怎么会把三铁 给带他自己家去吧 周翠花的娘家 南平了什么地方 你这两天派人去查查 看看他们是不是到哪儿了 我这儿去去 来 等一下 先把李三曼解决了吧 先把李三曼解决了吧 我都安排好了 马上就有结果了 童三铁身边是不是有 她的一个侄子在帮忙啊 对啊 小六子 这两天出差了 马上就回来 尽快把小六子也解决了 是 您放心 请 容姐 哎呀 这案子 没法办 怎么了 孙文贵 李春江 怀疑是他们公安内部的人 投毒杀死了王正望 他要自己查 不让我查手 那该怎么办 怎么办 找马书记反应 这案子该怎么办 他就应该怎么办 这个事啊 马书记刚跟我打过招呼 还没来得及通知你呢 王正茂的死 已经超出了看守所领导的 独职问题 公安内部有更大的隐患 所以李局他们要求在公安内部 先立案侦查 检察院暂不介入 免得问题复杂化 我看啊 既然李局他们内部现在这么乱 咱也没必要跟着介入 你先撤出来吧 你中检都同意了 我还能说什么 行 我走了 等一下 看守所这个案子 不仅仅是王正茂一个人的问题 潘财璋可能问题更大 公安那边已经开始调查了 这个案子检察院迟早要介入的 你对潘财璋好像比较了解 我希望你能够前期准备一下 这方面的材料 另外咱们院监索科的个别人也有问题 我希望你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那好吧 给我准备纸和笔 我要吸点东西 你还没关系 оме吴 他都不是他 飛过去 没关系 他就那首混车 就是 抗友事 昨天你哭了一晚上 為什麼呀 我覺得委屈 我沒有在王州貿的飯裡偷毒 那是誰幹的 陳昊在我之前 也接觸過王州貿的飯 那好 那你覺得 她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毒藥 我怎麼知道 再见 我没问你是谁让你干的 你为什么要否认 我没有 刚说过的话你就想推翻 要不要把监控录下回放给你看看 我知道你和王哲茂没什么恩怨 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干的 你要是主动交代 可以减轻你的罪责 我真的没干 好 你要是这种态度 那咱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你就等着处理结果吧 没有 他这哪是什么交代材料啊 他这是在捣鬼呢 居然还提出来 要当面向吴局长申诉 我看他心里清楚得很 咱们根本不会把这份材料 交给吴局长 他这么做 第一是拖延时间 第二是给咱们施加压力 那就让他表现去吧 只要咱们不让他牵着鼻子走 随便才这么表现 根据王雪的调查 从你们南平到林河来 打工的农民工当中 确实有一些人 被童三弟给控制 然后又失踪了 潘财章肯定卷入到这里头去了 现在咱们缺的就是第一手的证据 方平啊 我看这样 你们赶紧到林河的各大工地去走访一下 看看到底有多少 从南平来的农民工啊 卷到这里头去 只要咱们能够抓着铁证啊 就算那潘财章只字不提 咱照样可以听他的罪 好 stinky 苏 这是我 打手机 说吧 浓总 你是想跟我当马虎眼是吧 为什么还不对 范大甘泽 潘在张下手 你到底能不能干 什么时候才是你认为合适的时候 你听我说 我现在这边有点困难 马其名 李春江他们 不仅严加防范 而是一点风声都不露 这种时候还是谨慎点好 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啊 你不用给我解释这些 福爷只要结果 不是有胡权礼和乌达公的吗 他们俩干什么吃的 该怎么办我清楚 轮不上你在这说三道四 你跟我耍什么横啊 这么点事你都办不了 你还好意思吗 有本事你来干 佟百山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 福爷说了 如果你办不成你就趁早让位 别站着毛坑不拉屎 你也给我听着 想趁机占卜的地盘 做梦 董总 彭总来了 说是要见你 我这就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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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总 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走走走 走走走 好久不见了 一会咱们吃饭喝个痛快 哎呀 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还不是为刘东的事啊 这潘所那边也没什么消息了 也联意不上啊 这好些日子过去了 我看这事要黄啊 潘所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 我劝你啊 还是把刘东转到别处去吧 待在这儿啊 一时半会儿肯定出不来 我看你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啊 是不是也遇着麻烦了 我身边也有小人 谁啊 你不认识 去买死去 说话 不认识 是 快点吧 对 段时 去 怎么样 见着你辜负了 外面情况怎么样啊 慢喽 我是出不去了 外面现在风声太近 景山那么要把我提回去了 看来出事了 这潘索跟王府一直没露面啊 我在这儿 还从来没待过这么久呢 不是 你就没让你那姑父 找着我爸上来想想办法呀 你爸 你爸现在出境也很艰难 听我姑父说 有个叫小四的 号称四哥 现在天天在逼着你爸干这干那的 什么 四哥 他妈的 这 他妈想不通啊 不是 这小三什么时候成他们四哥了他 这福爷也不是个东西 我跟你说 这就典型的他们过河拆桥 你知道吗 他们也不想想 我爸当年是怎么给他们卖命的 好啊 他得拿他们一小四来吓唬我嘛 不行 我他们一定出去 我出去我非把那小四给弄死他 让老子出去啊 老子干嘛一分钟也答应不着了 放 别好了 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谁敢放人出去啊 再说了 放人那是公安局的事儿 我姑父说了 你爸 让你老实在这儿待着 千万别惹事儿 现在外面正在烦腾桃食的事儿呢 这种适量鲜不吵得不吵得鱼 也就是 反正我是没闲心品尝 怎么着啊 想事逼我 你也逼我 任总啊 咱们交往多年了 你应该了解我 我董百山可不吃这一套 我不是逼您 我是来求您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找到你了 翻那杆子出了事 他手里又没有我的货 我招什么急啊 不是 他这手上不是有一批福业的货吗 那你招什么急啊 翻那杆子出事以后你找我两回了吧 以前你找我 那是传达福业的指令 心平其合的 这次怎么了 你急死白脸的 老弟啊 你得跟我说实话 你不求我办事吗 那我得判断判断 我是又出钱又出人 值不值啊 实话实说 我背着福业进了一批谎 让翻那杆子给吞了 我说嘛 老弟啊 你这胆子太大了 也太不谨慎了 我跟范大杆子打交道啊 我都得放他一说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这当务之急得把范大杆子给救出来 这消息要是泄露了 福业知道了 非要了我的命不可 哥哥 算我求你了 而且这事不是帮我 是帮你自己 这范大杆子是在林河街内出的事 你的地盘 按着福业的规矩 你的责任逃不掉 而且我听说了 这小四就是福业派来监督你的 打住 小四不值一提 行 你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去摸情况 就是 花费大点 明白了 开价吧 我要范大杆子那批货的一半 佟总 趁人之威是吧 喂 喂 不是 商量商量 一半 三分之二 一半 喝茶 我继续 喝茶 好 晃 我进来 100 Perfect 好 拍资 啊 酒精 可能会更加的手骨如瓶 死不认证 而童小牛呢 要是我们现在就动他 他有可能说 逃死的案子 不过就是个意外 所以对于童小牛 还是应该让他自己 慢慢地暴露出来 马书记 咱们不妨先找个软柿子捏 李三曼跟周翠花 是他们当中的薄弱环境 我想让曾浩再去一趟参见 做李三曼的工作 就把他作为 给咱们下一步工作的图报考 你看呢 可以 喂 啊 是我 好 我这就过去 是吴大哥 他让我去向他汇报工作 他可能是听到什么风筝了 留心他的反应 是 去吧 去吧 王正茂被暗杀了 是什么人干的 经过戳破杀明 是公安局内部人干的 看守王正茂的 康永胜 白礼和陈昊 都有作案的可能性 目前还在排查 这在咱们林柯公安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你们是怎么搞的 你们是怎么搞的 吴俊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康永生吧 他是几年前通过关系给安排进来的 工作还不到两年 就已经当上了指导员了 这两年咱们局里的人事工作一直是你在主杂 我想这里头的问题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李军 你这是在推卸责任吧 不 我不是在推卸责任 我是觉得像这样的教训 咱们必须得吸取啊 我建议啊 咱们应该开个党组会好好讨论一下 排查一下在咱们局里到底还有多少 像康永生这样不称职的干净 我认为当务至极 是不能再出事了 李军啊 看来你最近工作上 和家庭上的压力太大 忙不过来疏忽了 才造成了王振茂的死亡 你还得集中精力 去抓综合治理吧 捉案组的事 你就不要过问了 我让胡全你来接受 这个恐怕您跟我都做不了决定 因为是公安局内部的人害死了王振茂 马书记决定啊 由他来亲自抓王振茂和潘财的案子 所有办案的人员 都得经过他的审查和批准 把他找到了 你能看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在我们的局里 还安插了人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是你的人干的吧 也是你的人 到底是谁 李春江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还没查清楚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 他现在不会对我说实话的 恐怕这回你得信李春江的话 他确实是不清楚 审问王正茂的三个人都有可能 能告诉我是谁吗 你没有必要知道 这是为了保护你 也是为了大家好 马书记 是 你们怎么来了 我又发现一些关于胡权李的重要线索 进来吧 进来说 坐 小张 到茶 我在采访一起经济合同纠纷案的时候 发现胡权李有可能在百山集团公司下属的企业持有股份 也就是说他有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 这是我托关系复印的 他们公司内部的股权合同 高杰 找你来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 这是公安局房博大队长胡权李 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 我们已经决定立案侦查 我准备让你负责这个案子 我可给马书记打过保票了 你不能让我失望 我会尽力的 你怎么老是这几个字 你就不能说几句提气的话 让我心里也能踏实一点 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我这个人不会说大话 好 把材料拿回去仔细研究吧 要注意保密 只是向我汇报 明白了吧 明白 好 孙师啊 我们公司出资五千万资助市里的 五个特困企业的工作 马上就要展开了 您看您还有什么指示 你们报上来的计划 我已经看过了 很好 就按这个计划办吧 我已经做过批示了 你没看到吗 我看到了 看到了 我就是想当面再听一听 您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你是想说胡全里的事吧 不 你告诉他 是要自己不争气 他的事啊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他要经得起考验吧 我其实是还有别的事情 向您反应了 什么事啊 哎呀 药厂分厂的工程进行到了一半了 现在又有几个股东提出来 说是零和的治安不稳 怕投资收不回去 本该到位的第二期工程款呢 一直打不进来 这工程可就要停了 你怎么办 您和他治安怎么不好了 看守所所长失踪 副所长突然死亡 刑事案件屡屡发生 你这是从哪儿了 听说来的 这马其名书记没有向市委汇报 我听吴局说的 现在马书记甩开了他 直接插手基层案件 孙世达 您是市委常委副书记 马其名的工作您有权干预 您应该找他谈一谈了 不能听之认之啊 必要的时候啊 您可以直接向地委汇报 他最近的所作所为 那对咱们零和经济的发展 是有负面影响的 因为对您抓经济工作不利啊 马其名不是车光源 把人都得罪光了 您能抓住他什么问题呢 您是不让他抓贩毒 不让他下基层 还是不让他工作 可是这个 看守所的问题呢 这是公安局内部的事情 在他的职专范围之内 我不好说什么 彭总啊 你不要把你不喜欢的人 都想撵走 你要换个方法 就和人家交朋友 这才是最高境界了 코智泽的主要是 buckle 我看看你 是 没有什么 你不愿意ования 你不愿意用我的钱 可是现在弟妹在医院里头 治病要紧 等着用钱哪 我求求你拿着 拿着吧 你 这么大岁数 你怎么还这么倔呀 这样 算我借给你的 行吗 借给你的 再说这么多年啊 童百山 我们家 人家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要报警了 你昨晚上来电话说 要连夜赶回景山 怎么这会儿突然又回来了 我临时有采访任务 先回家看看 爸 他来干什么来了 这是他拿的钱 这 你为什么要他的钱 他害了咱家还不够惨吗 小飞 今天你妈说得特别难受 我陪她去了医院 大夫说她的内风湿加重了 必须助援治疗 不然的话她会摊在床上 就再也起不来了 可是钱呢 那么大一笔钱 那我上哪儿去弄了 我上哪儿去弄了 铜百山的钱咱们不能掉 我去想办法 跟同事去借 你让马仙主愿 一天 小飞啊 不是说好晚上一块吃饭的吗 不是等你半天了也没劲 我这跟马书记确好价了 對不起 小甜 我媽病重 住院了 哪個醫院 我過去啊 人民醫院 我現在不在醫院 不是 你現在在哪兒呢 去百山集團 還錢 還錢 封百山 這些錢你拿回去 點一下書 之前是我給你媽媽砍病用的 和你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家的事 你少管 我媽說了 無論如何 不會要你的錢 你不連我走 等一等 能不能再坐一會 小飛啊 我有話跟你說 你別這麼叫我 聽這別扭 好 走 唐總 叫飛來幹嗎來了 是不是又為了逃食的事 跑人來鬧來了 錢又給退回來了 這不是給臉不要臉嗎 我看這丫頭是找抽 你說誰呢 你找抽 滾 滾 小飛 這是我攒的一萬塊錢 你先拿著救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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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我再想辦法 謝謝 謝謝 阿姨 您千萬別這麼說 好 看來是有好消息啊 你說吧 我到了三間以後 這幾天在玉峰領導的安排下 跟李三慢接觸的比較多 對方終於忍不住了 對李三慢下手 被我當場抓住 凶手现在被扣留 调查作案动机 三间那边会随时跟我们联系 报告调查情况 李三慢已经被我带回了林河 他现在态度有所变化 好 突身李三慢 是 李三慢 李三慢 好久 没人叫我这名字了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在里边 人家都管我叫周升军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我什么 你别总是遮遮掩掩的 在里边 多亏了曾队您救了我 要不我早就没命了 您想问啥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全告诉你 好 老大 童三姐是怎么帮你弄进去的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我 我拿了她的钱 我亲来的时候 她再三咒咐跟我说 她不让我说 如果我要说了 她会把我的儿子给杀死 训练 不训练 你为什么不训练 我真要训练 尝试 你了 你为了 你本来不是 我看你来 你真的都没有 你这人 那我 是不是 我的拍摄 你 我 一定送你 我 我 童三天的这个处处 我说 我宣说 我不是为了分散 才进来 童三天在我进来的时候 他代算告诉我 他说 在里边能可以拿到 比工地多三倍的钱 还要是 还不用交什么货食费 我这才一狠心 听着他的话 周翠花 有人想见你 翠花 你还好吗 我在里边差点被他们打死 要不是曾队救了我 我早就没命了 你也见不到我 快说吧 别再买下去了 再买下去 就是便宜了这活狗日的 翠花 你还瞎琢磨什么呀你 我已经向曾队 立行俩他们下保证了 快说吧 全说出来 这赃钱啊 咱们不挣了 咱们出去以后啊 带着孩子回南平老家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咱再也不 提心跳胆地活着了 就说了吧 我求求你快说吧 雨桑板 走吧 快说吧 快看 走 来 先走 你 你快看 你好 不是 那么多许解 你是这么远的 你的老板 你呀 你应该再来 这穷地方来的光棍们 跟他们套近我 他们看我人挺好的 有热情 都愿跟我套新窝子 我就问他们 有个更能赚钱的活 干不干 有些男人一听 吓得连工钱都不敢要 就跑了 有的为了多赚点钱 就同意了 那些人后来都去哪了 我就介绍了五个 眼下吧 一个在林河 一个在污水 那三个我就不知道了 崇三铁不会让我知道的 我只管给他介绍 他们一搭上线 我就不能再过问了 他有个小本吧 那上面记了好多事情 那些人都去哪了 还有给了他们多少钱 都记着呢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本子 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本子上都写的什么呀 你给我们老实交代 这本子上都写的什么呀 你们看不懂啊 这上面记得什么 关你们屁事啊 你们又不管我吃管我喝的 戳到你的要害了吧 你急什么呀 我急了吗 你们就快点啊 我去点买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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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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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三叔 三叔 小二姐 我回来了 别动 不动 别动 别动 起来 土的 你真要勒死我呀 我弄不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弄我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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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吴决 这两天在几个建筑工地上 发现两个身份不明的人 刑际有些可疑 你赶紧派人 去把这两人扣起来 问问到底什么情况 是 咱们掌握这么多证据 同堂铁是跑不掉的 咱们去跟李警长汇报去 好 走 探住 干什么你们 市局防爆大队 执行公务 巧了 我们是南平警方的 我们也在执行任务 这是证件 证件真的假的还得查证 带走 莫名其妙 快走 是南平警方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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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李局啊 你啊 我呢 我不行了 我怎么回事 还不够 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尤其是 你去做什么 我记得好 你去做什么 我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李春江 你馬上回局裡 来 这是最大的方向 对它是我的方向 是 你看我监狱 这些朋友 往这边 我没有 我现在就会 你說 你說 你帶走的人到底是誰 對不起 這涉及案情機密 我不能說 機密 你別用拿毒品案的事來說事了 告訴你這次 你休想搪塞過去 李淳家 你也太目中無人了吧 至少現在 我還是林河市公安局的局長 如果這次你再說不清楚的話 你休怪我不客氣 喂 我的吳大公 喂 吳絕 我是小天 馬書記請你馬上到蒸發委來一趟 有事要跟你說 好 我馬上過去 李沈江 你還是好好想想吧 盡快給我一個答覆 否則的話 小心我撤你的池 吳絕 這事不能怪林局 要撤你就撤我的池好了 您是正馬委書記 您是我的上級 我怎麼能撤您呢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覺得我哪兒做得不對 你可以直接向我的上級去反應 可以去地位反應 這不是誰錯誰對的問題 我只是想知道事實的真相 我是公安局長 我有權知道事實的真相 問題是案件正在調查中 零和的許多事 我也很想知道事實真相 比如看守所的問題 陶石啊 吳絕 你能告訴我嗎 如果問題存在 我會調查清楚 向瓦數據回報 今天我的做法 就是想把問題調查清楚 就我所知呢 這兩個人來了解的事情 關起到周邊好幾個縣市 是由地區政法委 直接掌管的案件 我也只能跟你說這麼多 如果還不能打消你的疑慮 你就只有去問 地區政法委的邱叔去了 我這也是為著工作負責嘛 我這也是為著工作負責嘛 小六 待會兒就按我們說好的去做 把你知道的情況 跟童三鐵說清楚 聽懂了沒有 怎麼樣 事到如今 你還不肯說嗎 周翠花 可把你做的那些事都說了 看來你不只是介紹別人去頂罪坐牢 范大幹的那兒 你也送了不少人去幹販毒運毒的勾當 是吧 媽的 胃部瘦的瓶子 總算提 這是什麼地方 你嘴巴放乾淨點兒 我是想說 連她說的話你們也相信 等我出去的 好好跟她說的說的 三叔 你快說吧 你要不說咱們倆的命可都保不住了 小六子 你怎麼進來的 他們真的是要弄死我呀 誰呀 董板山 他專門派虎子去殺我去了 我不信 我估計 是南平警方他們的人 到這裡來 調查他們的人民工 進監獄頂替服刑的事 這的確是 第七公安局的領導親自抓的 看來這次 雄多吉少啊 這只是你的推測吧 我早就說過 冒名頂替的事不能幹 可你跟潘財張非蠟燭 這下好了 我完蛋了 你們也好不了 潘財張 倒是先我一步 報應啊 你呀 老毛病又犯了 非公捨影自亂真假 你別急 放心我早有準備 殺死你 三叔 你看我脖子上這印子 這就是我肚子勒的 要不李哥那天即時趕到 我就被他活著人給勒死了我 真勒呀 我跟你講 三叔 同買山早就想除掉你了 半個月前 他就想讓我在料場的店鋸上 給你做手腳 你是我三叔 你是我親三叔 我下不去手 他们为这事还打了我一顿呢 真的 真的 三叔 我骗你干嘛呀 童白神 你是看我没用吗 你不认我也不义呀 警察兄弟 我说 我都说了 童总 我给周岁花的娘家打过电话了 他们说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回去 看来彭三舔那个电话信息 是被公安做了手脚 有可能啊 虎子也联系不上了 李三万也找不着了 马齐鸣李春江真的要动手了 你不认为他 在鸣河想要动我同百山 没那么容易 你给孙姬海打个电话 就说我有事找他 用坐姬 算了 不找他了 你现在让他出免他也不敢 怎么回事啊 慌什么 我没慌 没慌 回来 包 你看看 李军 你看看 童三舔全料 representing 共处了控制南平民工 为童检山团伙 卖命的犯罪事实 geç 好啊 xes 后乖 龙三帖嘴一松啊 咱们就有足够的证据 对童柏山采取措施 什么时候行动 这个 得等上保势力才能决定 这个案子怎么把童柏给牵扯进去了 袁手军 这事可不是牵扯 童柏山他根本就是个主角 是他牵扯到了别人 看来你们都准备好了 看来你们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绝对不会有问题 你们保证能赢吗 袁手军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还是先放放吧 刚接到地区领导的通知 同时 终点 还是谈咱们零和经济建设的问题 肯定了百山集团的成绩 同时也提到了执法环境 你们两个考虑考虑 明天召开市委领导的扩大会议 你们两个做好发言的准备 准备 你去 马书建 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办 明天开会的时候 别乱说话 我听说别人叫你马大炮 怎么 大炮到了灵河也变哑了 地区领导肯定了 佟百山董事长 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 通过了解百山集团的项目 和远景规划蓝图 我觉得零和的繁荣 离不开百山集团的贡献了 可是百山集团 也有很多困难和阻力 经常是政策落实不到位 招商隐私的转环境 不够理想 这都是因为零和有些人 以执法为理由 恶化了招商隐私的环境 每次都拿百山集团开刀 挑毛病 我个人绝不能容忍任何人 犯眼红病 面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用客观求真的态度去面对 要多看正面 要少强调反面 要用积极的态度应对 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任何问题 我先说这么多吧 大家可以讨论畅所欲言吗 我说两句吧 我们是要发展经济 但我们更要发展健康的经济 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要求我们党的各级干部 及每一位执法者 都要认真地思考 如何执法 如何用法律 来保护我们每一位公民 和他们的合法权益 我们要让人民满意 人民的利益 才是我们的根本利益 不讨论畅 这样吧 今天那会就到这儿 散会以后大家回去啊 再多想想 下次开会再接着谈 好了 散会吧 来 爷 坐 坐下 坐下 有几句话我得提醒你啊 你刚才在会上的讲话 是正确的 但是要讲究策略 要想彻底解决零和的问题 不能简单地处理 首先要把李春江同志 留在公安系统 启明啊 你现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冲动 刚才孙市长在会上的讲话 肯定是代表了某些人的意图 我们就是要以手为功 这样才是明知的 我还是那句话 凡事啊都要小心 你知道 你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 可能引起什么效果 你怎么说呢 杨主席 其实我已经很克制了 我讲的都是很原则的话 如果连这样的讲话 都会引起风波的话 那零和某些人的神经 是不是太脆弱了 还怎么能成为零和的经济之处 我是政法书记 当然要站在政法的角度讲话 要不要我这个政法书记干什么 干脆都让那些企业老总兼职的 你得心情我理解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呀 就是希望你在最近一段时间 注意工作方法 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明白吗 宁愿是吗 我正在想说 我让你帮助我 来 我说我 也不能帮助我 你要帮助我 你哪儿来的小道消息 想动我啊 还轮不着他们呢 你这两天出空回来一趟吧 欧阳老师病了 咱们应该去看看的 好吧 一有时间我就回去一趟 没事了 挂了 喂 喂 启明啊 睡了没有 好 袁叔姐 还没睡呢 我也睡不着啊 要不我过去咱俩上盘棋 下棋我可下不过去 要不你过来聊聊我 好 我马上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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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测试 要把你和李淳江调虑临合 和地区浓察 去个党委书记 启铭 你告诉我 这个案子你到底掌握多少 只要给我时间 我就能查得清清楚楚 我就想问什么时候 能有结果 还不着 查吧 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大不了啊 我跟你们一起离开林河 今天咱们的会啊 是要定方向定调子 统一认识 紧接着啊 还要开全市的科义上干部会议 来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的精神 下面请孙市长 说一说具体的内容和任务 总的任务就是 全市的干部 务必把思想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为了经济服务 为了联合稳定发展服务 马书记 我要特别强调 你们政法部门要端正思想 积极为企业保驾护航啊 我们会召开政法委会议 加以研究落实 很好 市委还要推出 十二家重点挂牌保护企业 可以确定的第一家就是百山集团 马书记 你们政法部门工作还很重啊 因为种种原因啊 今年我们的总体指标 还有一半没有完成 下一阶段 我们要全力以赴 加强这项工作 我认为 还是要继续实行责任化 目标化 要把招商引资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标准 马书记啊 你们政法口也有经济指标啊 那都去招商引资了 案子还办不办了 这个并不矛盾嘛 啊 好 警官法官检察官都去拉前办企业 还能做到执法公正吗 当然是要在保证执法公正的前提下 去完成招商引资 给你们政法口的指标不高 只有三千万 老书记 老书记 有个叫唐如意的女士来找过你 这是她的联系方式 她什么时候来的 上午大约九点左右 她说她是您的老朋友了 袁书记 我有话跟你说 好 我就知道你要找我 是不是对招商引资的做法有意见 您不觉得荒唐啊 怎么能定义硬性的指标呢 发展是硬道理 市委已经决定了 就努力争取吧 啊 袁书记啊 我坦率地跟你说 我不想看到政法系统的干部 以为拉投资 而丧失了公正的力量 你们能不能再一一一 政法系统就不要下指标了 能不能完成三千万 可以再商量 但是你必须积极 不然的话 就会有人拿这个做文章 向地区反应把你调离 这时候厉害呀 大概连童书记 都不能为例 看来这招商引资 我还非做不可了 齐鸣啊 不要影响十大 你心里可以想不通 但是表面上你必须积极 不能让人家抓紧画面 明白吗 还有 关于同百山的问题 你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 暂时把行动先放一放 上面一再强调要保护百山集团 咱们林河的经济不能停止 林河的经济 要是踏掉一半 你我都担不了这责任 那就让他逍遥防外 那倒也不是 眼下不是还没有证据吗 就不要啊 跟他进行正面的冲突 还有 如果你真想保护李春江 让他这段时间 还是低调超突一些 没想到你真来了 快请进 看你紧张的 还是那么直爽 是有点紧张 那怎么能站到门口说话吧 请进 你可是没变样 还是那么年轻 谢谢 来 喝茶吧 你看上去可是有点沧桑啊 工作烦吧 你怎么样 听说我雕塑不久 你也辞去了县旅游局长的职务 你该在那个位置上 多干一些事啊 是啊 我知道 你把我提成旅游局长 你顶了很大的压力 有很多人说 你提拔了一个交集花 给男平人丢脸 那是他们在嫉妒 自己不干事 就知道别人泼脏水 女同志工作积极一些 思路广办法多 就被说成是交集花 那么以后谁还愿意做事 我就是在做给他们看 要打击一下 一些不思进去的外风 我只是不了解 你怎么面那么快 就离开了南平 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打工 是做大陆的代表 一直惦记着你 当时对我的帮助 所以这次特意过来看看 你这个老领导 特意来看我 其实也是顺路 公司派我到西部 去做前期考察 你们打算在西部投资吗 很有可能 我们在大陆有五家分公司 现在有生物制药 旅游开发十几个行业呢 太好了 你觉得林河怎么样 林河 我只是来看看你 这样吧 明天啊 我先带你好好考察一下林河 其实林河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 只是没有被有效的利用起来 我很希望你们能在林河投资